如果大家已经能够轻松的做到每天多两餐以后 再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适应 就可以逐渐开始尝试每天一餐 也就是all man one meal a day 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自己从2017年到2018年 是逐渐的有每天三餐 逐渐转变为每天两餐的 而且每天两餐的习惯 从2018年一直持续到2019年 后来一方面是因为我的体重稍微有点回升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 在咱们单位园区的食堂 菜价又贵 菜品又差 不好吃 于是我就干脆打算一天只吃一顿 晚上回家自己做晚餐 午餐往往就只是喝一杯咖啡 早餐自然早就是跳过去了 因为一日两餐适应的时间 我已经很久了 那么再加上平时我有一直坚持生冬饮食 所以从一日两餐最后转化成为一日一餐 中间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很快就习惯了 那么从2019年至今 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日一餐 有的时候偶尔会一日两餐 体重也保持了相对的平稳 而且随着季节以及咱们日常运动消耗的不同 体重还会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但总体来讲 我觉得OMED也就是一天吃一餐 一旦大家适应了 也是可以长期坚持可持续的 而且对健康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如果有些女生已经在备孕 怀孕或者说哺乳了 那么我建议这些女生就不要去尝试断食了 最好过了哺乳期之后 再来尝试清断食也不迟 好了 从我上面说的经历大家可以发现 我从一日三餐到一日两餐的完全转变 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从2017年到2018年 从一日两餐到一日一餐 我又花了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2018年到2019年 那完全的一日一餐 是从2019年到至今2021年 在这期间 我就没有再做出任何更进一步的变化了 因此大家可以发现 我的断食的成功 每一步都花了足够长的时间作为铺垫 让身体来产生足够的适应 来避免急剧的变化 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以及反反复复 希望我的这些经历可以给大家启发 另外对于延长断食 比如断食72个小时甚至以上 我自己是从未试过的 我也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 而且大家不可能频繁去做 这种延长的断食 而只可能偶尔为之 虽然断食对健康有许许多多的好处 但我的意见仍然是 大家先打好基础 从52段食先开始 然后在2man一天2餐 最后到homeman一天1餐 至于延长断食 英文叫做prolonged intermittent fasting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 不要去无谓的去追求长时间的断食 时间越长 并不是说明它对身体越好 这个断食它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 尤其是对女性而言 不要盲目的去做很长时间的这种断食 这个话题咱们在将来的其他的节目里 再来慢慢聊 对于52也好 2man也好 或者是homeman也好 很多人都会纠结 这一餐或者是两餐 我到底放在一天中24小时 哪个时间吃比较好呢 早餐中餐还是晚餐呢 答案其实是无所谓的 大家只要根据自己的作息规律 上班下班的时间来安排好进食的窗口 养成习惯 坚持奉行就可以了 没有所谓适用于所有人的最佳方案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断食的科学基础在于延长进食的间隔 人为的拉长不进食的空当 由于没有食物的摄入 许多平常胰岛素水平总是居高不下的人们 最后胰岛素的水平 会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那血糖水平也会因此而变得稳定许多 那总体来讲会给健康带来各方面的好处 而如果了解生冬饮食的朋友就会发现 生冬饮食利用脂肪作为功能的手段 能够充分调用咱们人体自身储备的脂肪 降低了对日常碳水摄入的要求 那即使长时间不进食 饥饿感也不会很明显 而清断食反过来 又能在断食期间降低胰岛素 同时提高咱们胰高血糖素 促使咱们肝脏进行更多的糖液声和生酮 因此生冬饮食和清断食可以很好地相辅相成 两者结合在一起使用是再适合不过了 我们清断说每期节目刚开始的口号 清断食加生冬饮食加运动 它的内涵就在于此了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 好了 咱们今天只是很粗略地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五二段食 一日两餐 一日一餐的执行方法 还有如何一步一个脚印 循序渐进 我们还告诉了大家如何把握好心态 希望大家可以结合前面 四十期的生酮饮食的节目的知识点 融会贯通 给自己安排一个足够长的时间 做好计划 最终尽量地去做好清断食 咱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 建议大家多听几遍节目 加深印象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请随时留言 或者在微博和微信上与我联系 最后请大家别忘了给我点赞 还没关注清冬说的朋友 请您赶紧订阅 也请您把清冬说 分享给您周围有需要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